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来就要进行的是 管理数学中线性方程组的一个单元 叫做基本列运算的一个教学 首先我来谈一下 我们这个单元的教学的目标的部分是什么 这部分的话呢 在知识的方面来说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认识 什么叫做基本列运算 而且跟线性方程组同意的意涵是什么 那么对于技能的部分 能够透过这个基本的列运算 来完成线性的一个方程式 或者是方程组的一个求解 在态度方面来说 基本列运算的话呢 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一些比较麻烦的一些分数的 一些加或者是减 那么算式啊 有时候会扩大 庞大 但是的话呢 各位同学 你们要有耐心 因为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呢 中途如果说做了一半 放弃的话呢 那么等于跟没做一样 然后同学也没有办法学会 你一定要亲手计算 算出来一个结果 才会真正的学会 什么叫做基本列运算 那么我们下一步 我们来介绍我们这个课程的大纲 课程大纲 我们要先从哪里算交起呢 我们从在国中的时候 我们来回想一下 在线性的方程组的地方 我们会采用的是 代入消去法 或者是加减消去法 那么 我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 很多同学的话呢 在学这个单元的时候 都会认为基本列运算很困难 其实我们心里就要想 只要是跟加减消去法一样的 我们就记得住了 再过来 我们要介绍的是 基本列运算的规则是什么 基本列运算的规则 其实说来说去 它就是加减消去法 没有破坏加减消去法的解的 我们就称为基本列运算的规则 再过来 我们的话 要利用基本列运算 直接去将线性方程组 转成矩阵的做法 然后再用矩阵 再来把它列运算之后 再来解线性方程组 这个过程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单元里面的重点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了主题 从加减消去法来谈起 来我们来回忆一下 这个题目 一个国中的题目 那各位同学看到这边 这边是2x加3y等于8 这是第一式 这是第二式 各位同学 你是怎么求解的呢 我们来想一下 你们是不是最想要的 就是加减消去法 第一个把x消掉 那就是怎么做 第一式减掉 第二式我们来乘一个2 相减一下 是不是就把x消掉了 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是什么做的 第二式要是乘3 再加上1 各位同学对不对 加一个1 看看啊 第二个步骤的话呢 是第二式乘3 是不是就把 这个是什么 这是消掉 y 这个是消谁 这是消掉x 我们来想一想 任何一个横列 如果说它乘上一个 任何一个数字 是不是都不会影响到原来的解 各位同学可以接受啊 任何一列乘上一个数字 如果加到另外一列 是不是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答案 如果能接受的话呢 这就是基本列运算的最高的指导原则 可是各位同学 有没有行运算呢 我们不可以行运算 因为如果说 我们这边乘上一个数字 加到另外一边去 就会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只有基本的列运算 才不会破坏原来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的重点是在这边 这是一个线性的方程组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呢 我们希望把它扩张 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格式 各位同学看啊 这是2x加3y等于8 我们就把这个x跟y 写在上面 数字写在最右边 然后这边就是2x加3y等于几呢 等于8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x-y等于-1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都把系数都截取出来 1-1-1 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1-1-1 到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不再这样写了 连xy跟数字都不要 我们省略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的 这就是一个扩张的一个矩阵 这个方法的话呢 我们就这么说了 一切都是以列为基准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列乘上一个数字 经过了一个加减 或者是每一个列乘上一个 一个几分之几 我们为了要把它缩小 或者是它能够提出一个共同的因素 经过了合理的运算 这个合理的运算 就是加减消去法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只要是根据这样子的思考 就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合理的运算 它怎么样呢 没有破坏原来的方程式的解 这注意哦 我们的话 乘上一个数字是不会影响到方程式的解 然后加到另外一行 也不会 因为原来的解都不会被破坏 所以我们这样子说了 如果我们经过了加减 经过了乘上一个数字 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们都称为什么样的同意 就是说它这个方程组 也就是说这个方程组 所对应出来的这个矩阵 我们都称为它是同意的 就是说没有破坏它的解 然后我们习惯的话的用这个符号 Equivalent Equivalent 这个符号的话呢 就是跟它相 意义是相等的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等价的 来表示 那么我们来看看 下面的这个部分 这部分的话呢 是没有破坏原来的解 我们都称为同意 那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它的规则写出来 规则 我们为什么要谈规则呢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再次强调 现在原来是这样子的数字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矩阵 我们的话 整列同乘一个数字 我们都乘上一个数字 会不会破坏呢 不会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但是不要不要成零 成零的话呢 全部变零了 就没有意义了 第二个 整列同乘一个数字 加到另外一列 这就是下减消去法 再过来 列与列之间可不可以对调呢 当然可以对调 我们这个地方对调来对调去 有没有关系呢 不会影响它的解啊 所以对调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上下对调 因为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有的时候 对调的话呢 是方便我们的计算 可是不会影响 不会破坏啊 这个是注意的是 没有破坏啊 这个是没有破坏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方程 线性方程组的题目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线性方程组 把它拉到矩阵的运算 再由矩阵的基本列运算 算出来线性方程组的解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刚刚是这个题目啊 我们这么做 这么做的话呢 是XY数字 把它写成这样的模式 但是我们的话呢 一般来说 我们不会再去写这么复杂的写法了 我们就直接的话呢 写成什么呢 2381-1-1 这样子写 这就是我们的扩充矩阵 这个左边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个 这是一个XY 右边是一个什么呢 数字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做了什么 这个地方是同意的 各位同学 我是不是做了一个上下对调 上下对调的话呢 好处在哪里呢 其实好处是在于习惯而已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我们习惯 我们最喜欢的是把这个上面这个数字啊 把它弄成1了 那么事实上 我这样做没有问题 因为方程式还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先写 一个后写而已 那么我们做了什么呢 来我们看看 做的是一个动作 叫做 我第一列乘上 负2 加到这一列 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乘上一个负2加过来 是不是这变0 没错啊 这变0了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这个乘上一个负2 这个乘上负2 加过来这是多少 负1乘负2 变成正2 正2加3 正5 再来 这个乘上负2 这是2 2加过来 这是10 好 再继续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 第二列 第二列怎么做呢 同乘上五分之一 除以五了 乘上五分之一 这边就变成了 12 来 这个 到了这个地方为止 我们就 这个地方叫做T型矩阵 这是叫做列T型矩阵 T型矩阵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什么叫做列T型矩阵 这是 带头的是1 这边带头的是1 然后这个1在这个地方的左边 这个下面是0 这叫做列T型矩阵 好 如果我们的话呢 稍微再花多点功夫 我们的话呢 也可以再继续这样做 怎么做呢 来 我们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比较 复杂一点的 就是这个虽然题目比较简单 可是我们 做了这样的做法的话呢 是把左边 来 我们下面这个 乘上一个1 再加上去 这个地方不会影响 0不会影响到上面了 这乘上一个1 加上去的目的是要把这边 杀成0 这个地方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叫做 这个叫做标准的列T型矩阵 这个做法过程叫做高斯 Jordan的高斯 Jordan的方法 这个地方是说的是这样子的 你看啊 这个地方是数字 X代表的是1 Y代表的是2 这边只要变成单位矩阵的话呢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 非常的话的漂亮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称为 这个方法叫做高斯 Jordan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是经过基本的列运算 我们大略也说 它是叫做高斯消去法了 那么这样子的过程 我们的话呢 一定要学会 那等一下我们会把它 仔仔细细的慢慢的来讲 这个地方的话呢 解答就是这样子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看看一下 什么叫做Row Etuline Form 这是所谓的列T型的矩阵 列T型的矩阵的话呢 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 它一个规则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零的 所有为零的列 都在矩阵的下方 是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做一个立体 让同学看 如果全为零的 像这种全为零的 我们要求它怎么样 放在最底下 不要放上面 因为它这样的话 就不是T型矩阵了 再第二个 如果有非零的列 你看这就是非零的列 这边的话不是全零的列 最左边的一个字 怎么样 带头的字是多少 1 1 1 是不是这样子 这叫做领导向 再过来 每一个的领导向的1 这个1 都在上一列的领导向的右方 什么意思呢 我这个地方的1 不可以放在这边 如果是这边的话 我要把它削掉 就是无论如何 这个是怎么样呢 它是越来越靠右边就对了 像这样子 这个是不是呢 这也是 你们看一下第一个条件 零要放在最底下 这个算不算 算的 这个带头的是多少 1 这个这一列带头是几呢 1 下面的带头1 有没有在它的右方呢 有 所以这也是列梯形矩阵 这种情况也是 我们没有要求一定要按照顺序 一个一个 我们只要这样子就叫做列梯形的矩阵 那列梯形矩阵的用意是什么呢 对于我们比较复杂的题目 我们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解线性方程组 因为它就是一种线性方程组的 一种经过加减消去法 会变成比较简单的模式 那我们往下看 rank 这个叫做矩阵的rank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做一点解释 这个对于我们 就是解的状况是 很容易让同学了解 矩阵的话呢 就是这样说的 rank是说 我们经过了一连串的基本列运算 算来算去 算来算去 就是这个过程 把它变成了 做成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什么呢 列梯形的矩阵 就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 0的话呢 就放到最底层 然后每一个列带头的四是多少 1 然后每一个1的话呢 它是渐进的 向右边 不能够 不能够同一排 它要反正是下一排 下一列的都一定的 那1一定要在 往右边只靠就对了 不全为0的列 s的个数 不全为0的列的个数 称为 矩阵的 rank 各位同学 有没有看不懂的感觉呢 一定有 什么叫做不全为0列的个数 来 我们来看看例子 看例子就会容易了解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它的rank是几 来 我们来看 这个经过了我们的基本列运算之后 我们算到这个结果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列贴形矩阵 是 如果是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 请问 不全为0的列是哪些 来 这个是不是不全为0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 它的rank是几呢 一 二 三 四 所以rank是几 是四 各位同学 你们会不会觉得 很奇怪 我们要知道这个rank是什么意义呢 如果说我们再回到了刚才的线性方程组以后 各位同学可能就会知道什么意思了 这个rank的话呢 是代表的是方程式有几个 这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没有用的 这是不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rank代表的是 有 一二三四 有四个方程式 那么 跟我们的解有什么关系呢 是有的 等一下 我们拿比较简单的例子 同学就可以了解了 我们来看看rank的意义 rank的意义就是代表说 rank的是独立方程式的个数 有几个方程式 那么 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它 来 我们来看这个例题比较清楚好了 这是一个列体型矩阵 那么我们看 这是数字 这是x 这是y 这是z 请问有几个位置数 三个位置数 请问整本题的rank是几 二 三 我们的rank是三 所以 三个位置数 三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 是 它有唯一解 你们要知道 这一个rank 代表这是一个平面 这也是一个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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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度空间中三个平面的相交 那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三个平面并不是重合的平面 或者是平行的平面 三个不同的独立的三个平面的话 相交起来刚好是一个点 所以这是唯一解 所以这是唯一解 rank等于三 它是唯一解 来我们再来看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不一样了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底下是不是零 代表什么呢 没有用的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那各位同学看 这个题目 这是数字 这是一个平面 这是一个平面 它的rank是几 它的rank是2 那么我们来想一下 有三个位置数 三个位置数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 这个是 xyz 这是一个空间 两个平面 两个平面的交集是在什么 是什么状况 两个平面的交集 就是代表的是一条线 那么这个题方 我来告诉各位同学 当我们看到了 这个rank是2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们什么呢 它有无限多足解 无限多足解 如果说是rank的话 这个题目 如果三个位置数 有四个方程式 它rank是4呢 那我就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它是无解的 它们的话 那是overdetermined 那如果说这个是 这个叫做underdetermined 这个的话 是超过它的 那个变数过多 或变数过少 那么我们的话 从rank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的解的状况 我们就实际来操作一下 我们的方程组的做法 采用的是 矩阵的方式 就是用基本列运算 来制作这个解答 那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个连立的方程组 三个位置数 三个方程式 原则上 原则上 只能说原则上 是有唯一解 但是不一定 因为它有可能 某两个平面 它根本就是相同的 有可能根本就矛盾的 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 还不能够确定 但原则上是唯一解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做第一步 怎么做呢 第一步就是说 我们先画出一个矩阵的格式 然后把我们的相对的位置 把它填下去 那么这个矩阵的话呢 我们应该要几列几行呢 列是横的 行是直的 所以应该是三列四行 那我们将数字一个一个填下去 这是一 再过来呢 负二 再过来呢 三 再过来 六 这是第一列 再过来第二列 那各位同学就会比较快了 叫做二一零四 二一零四 再看下面 下面是什么 四零负二 负二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是负的 我们这边的话 空的这个地方 没有说表达的非常好 我们要把它连在一起写的话呢 Y的是零 Z的话是负的 所以是四 零 负二 负二 四 零 负二 负二 好 这个矩阵 表达的就是左边的这个 连立方程组 那么 我们想要利用加减消去法 我们现在不再用加减消去法 这样的讲法了 我们比较有系统的做法叫做基本列运算 或者是高思消去法 我们的话呢 想要怎么做呢 把它做成列梯形矩阵 这样子就可以对于我们的解法就会很帮助很大 来我们看看第一步 我们是希望怎么做 我们把它放旁边了 放旁边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 第一步 我是希望的话呢 要把 一的底下的二跟四 给它杀掉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先这样做 这个地方啊 我们是要 做的是 乘过来 这乘上一个负二加过来 就变零 来我们的话呢 是这样的 整个是乘上一个负二加过来 这个地方 加过来 那我们一步一步看 这边的话呢 左边的话呢 右边的话呢 左边是原始的 右边是我们计算后的 这样我们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这个乘上负二加过来 是不是变零了 没错 然后这个乘上一个负二加过来 这里是不是五 这乘上负二加过来 这里应该是要填几 三乘上负二加零 是负六 这个地方乘负二加四 负二加四 那就是负十二加四是几呢 负八 好 做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近似的 这是所谓的同意的 然后再过来 我们再往下做 是不是下一步 我们希望怎么做 把这边也变零 那变零的话呢 我们就 这边要乘上几 乘上负四 然后加到最 第三列 来我们看一下啊 第三列是这样的 一步一步来啊 这个的话呢 乘上负四加过来 这边就变成 零 那这个呢 这个乘上 负四加过来 八加零 变成八 这个数字乘上 负四加过来 负四加过来 负十二加 负二 等于 负十四 这个乘上 负四 再加过来 这是多少 负二十六 好 然后继续往下做 这个地方已经完成了 第一行 已经变成了 除了一之外 变零了 来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我们开始来做的是 第二列 我希望这一列 这个字是什么 是一 那我们就再来 第二列 通通乘上一个五分之一 我们这边的话呢 通通这个地方 不过在乘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刚好可以对销 那先除就先除了 这个地方八的话呢 可以除以二 变四 那 负十四就会变成负七 负二十六就会变成 负十三 那这样子做的话呢 看起来 计算上来说 会比较负荷 比较小一点 那么我们下一步 我们就这么做了 强制这个变成一 强制变成一的话呢 这边就变成了 这边一 这边是 负五分之六 这是负的五分之八 那各位同学知道 下一步要做什么了吗 下一步是不是 我们的目标是它 我们希望怎么做 把它杀掉变零 那怎么做呢 当然是乘上一个负四 怎么样 加过来 乘上一个负四 加过来 我们的话呢 就往右边做起 这一列啊 乘上一个负四 加过来 这边的话呢 我们保留着 这边的话呢 乘上一个负四 这边准备好了啊 这个乘上一个负四 加过来 这边就变成了零 这个乘上负四 加过来是多少 呃 这边是 我们计算一下啊 这个地方负的五分之六 乘上负四 是五分之四六 二十四 然后再加上负七 那就变成了五分之二十四 减掉五分之五七三十五 所以这边是负十一 这边是五分之负十一 再过来 这个呢 这要填什么呢 这个也是一样 乘上一个负四 加过来 这乘上负四是 负 四八三十二 再减掉 十三 十三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五分之 六十五 所以这边是五分之 这边是 负的三十三 五分之负三三 这边的话呢 要填五分之负三十三 好 做到这边 我们继续往下做 因为没有空间 我们就再换一行 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做啊 看看 这个地方的做法啊 这个的做法 这边看到这边 这个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了 这边都是五 都是五为底了 对不对 我们希望它变成什么 变成一 这列听一几人说的 它带头的字要一 所以我们的话 可以先乘个五倍 然后再除以一个十一 来我们这样做 先乘一个五倍的话呢 这样子就会变成了 负十一跟负三三 再乘上负一都可以 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做下去 十一我们跟三三 又可以提出一个十一出来 统统都除以十一就好了 好 这就是列踢群矩阵了 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 来 我们看啊 它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数字 对不对 我们有了 我们有了一个答案 就可以有两个答案 就可以有三个答案 来 从这个地方看到 看到了什么 这个地方是不是Z Z等于几 三 Z等于三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算式 这算式是说什么 它说 一个Y 减掉五分之六个Z 再减掉 等于负的五分之八 来 我们写下去 Y 减掉五分之六 Z 等于负五分之八 那刚才这个Z是几呢 这是三 来 我们继续写下去啊 这个三的话呢 就是五分之三六十八 然后再一向过去 这个一向过去 就变成五分之十八的话 变成正的五分之十 Y就是多少 Y是二 刚刚Z是几呢 是三 那么我们最后再写这个 这个算式是什么 X减二Y 加三Z等于六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把Y带进来 还有呢 Z带进来 就可以算了 Y等于二带进去 X减四 加三Z是九 等于六 所以X算出来的结果是一 这个答案算出来了 X等于一 Y等于二 Z等于三 那么这种方式 我们就称为 基本列运算解方程组的方法 那么又称为 高思销取法 那么这种方法的话呢 其实是有系统的去做的 那他也可以把它写成 应该说是数学的这个程式 可以把它用程式的方式去计算出来 那么我们再来做一个另外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要了解的是 其实一个方程组 未必答案的话呢 一定是唯一的解 像比如说 三个未知数 三个方程式 就一定有唯一的答案吗 答案是错误的 来我们来看看这样子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把它的相关的 矩阵列出来 这边是 直接列了 1-2 30 2 104 2-4 6 20 好 看起来的话呢 数字很复杂 但是经过的列迅算之后 我们会发现比较简单了 来我们看看 这样的结果 我们首先第一步 我们这个地方 就乘上一个负2 加过来 我们就直接这样做了 乘上负2加过来是怎么样 这边就变0 这乘上负2加过来 这边的话会变成5 这边乘上负2加过来 这边是负6 这乘上负2加过来 负20加上4等于负16 没错 就是这一列 现在我们再乘上一个什么 负2 再加过来 我们目标是要把这个杀掉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乘上给负2加过来 这边就会变成0 这次让负2加过来 这也变成0 这次让负2加过来 这变成0 这次让负2加过来 这变成0 哇 我们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提早的话呢 结束这一题了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这个题目是这样的 到了这边为止啊 这个 这一个帮程组 它的相关的矩阵是这个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在下一步 这边叫准备除一击 除一五 它就会变成了 这边是一 这边是负的五分之六 这边是负的五分之十六 这个地方rank是几 rank是等于 等于二 这里说明了什么 三个位置数 两个方程式 各位同学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0000代表是什么 它可以拿掉 没有用 它rank的话的意思就是代表两个方 独立的方程式 这个第三个方程式 它不是独立的 各位同学 这个 它不是独立的 因为它跟它有线性相依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所以两个 rank等于二代表的是 两个独立的方程式 解几个位置数 三个位置数 解答会怎么样 解答会无限多组解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rank的用途 rank可以能够帮我们了解 有几个方程式 几个方程组的话 这样子来做的话呢 其实也很简单 那么这个题目 是告诉我们了 三个位置数 三个方程式 答案是 不穷多组解的状况 那当然 如果我们改了一个数字 这个地方 不要写二十 我们写了其他的数字 那么会怎么样的结果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 000 这别的数字了 那么那就是矛盾的方程数 那就是无解的 那我们就将这个 这叫做 基本列运算的话呢 大概上到这边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结果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来看看 基本列运算 基本的列运算 各位同学的话呢 记得了 基本的列运算 我们的话呢 我们就要心里要想的是什么 大约就是什么呢 就是加减消去 那么我们要 我们的解题的目标 是 一个方程组 一个方程组 方程组 把它先怎么样呢 化为什么 矩阵 为何要化成矩阵 因为矩阵的话 它纯粹是数字 它 我们可以把那个变数给 把它 萃取掉 这样的话呢 计算上来说比较简单 然后再过来 我们有一个 一套方法 让它变成了列梯形矩阵 列梯形矩阵 就是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 基本的列运算 有了基本列运算 我们发现这是等价的 那么列梯形的矩阵 有什么好处 我们可以一眼看出来 这个答案 到底有几个答案 是无限多数解呢 还是唯一解呢 还是无解 那么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呢 我们要多多的练习 列梯形矩阵 这个是基本列运算的 这个计算的过程 我们不要怕啰嗦 不要怕繁杂 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学会 by bwd6